你可以透過分帳戶的方式 來管理自己的金錢 那其實這個部分 我自己個人是超推崇 分帳戶這個真的幫到人 之前來我們這個節目 錄影的藝人朋友們 記得吧 你們真的有存到錢喔 因為我常常跟大家說 你今天可能會被放假 但是你的貸款 你的所有的固定開銷 是不會被放假的 你可以去找很多的方式 去增加收費 分潤其實還蠻高 但是它可以抽10%到20% 所以其實 可以賺到的錢 比大家想像中的還要多很多 在COVID-19這個疫情爆發以來 我相信大家的生活都不好過 無論是收入還是支出 好像都變得不太平衡 那當然呢 就是因為我們工作的關係 跟有些人的收入打了折扣 甚至完全沒有 但另一方面呢 天天待在家 真的就可以省到錢嗎 今天我們要請到的 這位理財的專家 他最主要呢在網路上來分享影片 而且之前在我們下班經濟學 也幫助到了許多的朋友 那今天他來跟我們講 在防疫思維 這樣子一個前提之下 到底我們要怎麼樣理財 怎麼樣善用我們的資源 怎麼樣呢可以開源截流 然後將這些錢 進到最大的效能 我們一起歡迎雪凌 雪凌你好 哈囉哲晶哥好 哈囉大家好 我是雪凌李勳 對那今天呢我們要來聊的這個 其實因為防疫在家 我發現大家其實花錢 並沒有手軟耶 所以有很多很可怕的例子 對 尤其是像其實現在 我在拍影片的時候 很多人就會說 現在他們都忘記存 所謂的緊急預備金 因為我都會跟大家說 現在這個期間 因為很多人可能會突然被放五星價 或者他們工作就突然沒了 但是你工作沒了 沒了收入之後你的貸款 你的一些學費啊等等 你還是繼續要付錢 因為我常常跟大家說 你今天可能會被放假 但是呢你的貸款 你的所有的固定開銷 是不會被放假的 在這個時候我就一直提醒大家說 你一定要記得去存你緊急的預備金 而且你要去了解說 你平常的固定開銷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了解固定開銷 不管你今天是要在理財 或者是不管你今天要在存錢上面 其實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像是固定開銷所謂的房貸 那如果說你今天有家庭的話 還會有小朋友的 像學雜費啊 或是生活費等等 那如果說你今天又有開電的話 可能還會有開電 你可能要電租 然後還有員工的薪水等等 所以你這些啊 都要記得去算進去說 你每個月的固定開銷 到底是多少錢 這樣你之後在儲蓄的時候 或者是你之後 真的想要存幾級預備金的時候 它會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 憑借的一個基準 我們知道有易胖體質 有易怒體質 可是也有易負體質 可以有容易有錢的嗎 其實我覺得各種體質 都是可以慢慢培養 像你可以培養易負體質 你也可以培養那種 易花錢的體質 我覺得這個都是相輔相成 但是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想要達到 易負體質的話 其實我覺得 有三種方式 第一個就是前面有跟大家提到 就是你要了解自己的固定開銷 因為固定開銷 不管你今天儲蓄啊 消費其實都是蠻重要 那你透過你的固定開銷 你可以知道說 那我今天的錢就是花這些 那我再多的 我可能就要去考慮一下 會不會影響到我的生活 那第二個就是 你可以透過分帳戶的方式 來管理自己的金錢 那其實這個部分 我自己個人是超推崇 因為我是從 接觸理財到現在 我都一直用分帳戶的方式在理財 那其實我自己有在 延伸出一種理財的比例原則 因為像其實大家 最推崇的是631法則 631 對 631就是 60%是消費 30%儲蓄 然後10%是風險規劃 像你要買一些意外險等等 但是我之後又改進一下 因為我覺得 好像不一定要到631 所以就變成632分1 就是原本10%風險規劃 變成5%的風險規劃 再加上5%的投資 所以這樣就可以讓很多小資族說 我薪水不夠 但我想要儲蓄 我又想要投資 我該怎麼分配 其中這個比例的方式 就還蠻好去分配 而且我都會提醒大家 一定要記得專款專戶 就是你的儲蓄賬戶的錢 就是專 for 儲蓄 然後投資就是給投資 就是你不要互相去影響 這樣子你不管你今天要理財 或者是投資 其實都會比較好去掌握 然後第三種就是要定時的斷捨離 我不知道哲青哥最近在家裡 有沒有在丟一些東西 但是我捐了很多東西 尤其是書啦 對啊 因為其實我覺得定時斷捨離 有一個好處就是 因為你在家裡面 你可以去檢視一下自己 有沒有一些重複不斷購買的東西 那定時斷捨離 你就可以去顯示一下自己 是不是其實根本就不需要這些東西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 我很喜歡這個 但是他其實 他買的東西會一直鬼打槍 不斷買到一樣的東西 不斷買到一樣的衣服 然後可是你不斷的堆疊 你就去把舊有的衣服 放在可能壓在下面 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電時斷捨離 其實是有這個用處 可是你知道網路上的那些 那些行銷手法很可怕嗎 就是喜歡就是要包色啊 沒錯 對所以大家就包色啦 對 但是其實你包色包到後面 你就會發現 有一些東西 可能 你不知道 尤其在網購的時候 其實很危險 因為網購它會有很多的幻想 所以你在幻想的時候 你會想說 這個東西好像很適合我 但是實際上你用起來 搞不好根本就不適合 然後你又買了一大堆 就花了很多不必要的錢 是 所以我覺得 反而在這一段 居家防疫期間 大家都亂買東西耶 對 我每次我去 那個便利商店的時候 還有在我樓下管理室的時候 看到那些堆積 不算的包裹 對 他們最近真的都滿辛苦 因為大家其實現在不太敢出門 所以就導致你好像什麼都想網購 但是你網購的同時 又什麼都會花到一點點錢 然後在網購的時候 你會想說 這個好便宜 刷這張信用卡搭配起來 好像更便宜就情不自禁 就一直刷很多東西 嗯 所以呢這個 在這個居家防疫期間 我們要怎麼樣 要看清楚套路 才不會花到願望錢 其實我覺得網購上面 會有很多小小的消費現金 像是第一個就是免運 因為我相信大家 在買東西的時候 你只要聽到免運 其實很多人都會眼睛為之一亮 因為其實大家不太想要去 付運費這東西 差很多耶 對 大家會覺得這個是額外加出來的錢 為什麼要付它 所以如果我今天可以湊到 剛好免運的話 但是最好 那有些免運就會設一些很奇怪的數字 什麼490 那如果說你今天剛好買到460 你就會為了那30塊 然後可能要去找一些 好像最低價的東西 但它最低價搞不好就只有一百塊 所以你就在額外多花一百塊去買 你搞不好真的沒有那麼需要的東西 所以其實免運有時候 為了湊這個幾十塊 你反而會花更多的錢 然後接下來第二個就是假假購 這個對我沒有效 所以我還好 真的啊 那哲經哥真的很厲害 那第一個對我有殺傷力呢 我跟你講 免運真的是幾乎打到所有的人 是啊 但是加加購基本上就是 如果我說你今天去買東西 不管你今天在實體商店 或是在網購 通常你最後要結帳 它旁邊都會跳出一些選頓說 你要不要再買一些這個東西 那有一些是比較小的貌宿 或者是小樣的東西 它會賣的很便宜 你原本要買一罐的東西 可能還要便宜一個 甚至一半 甚至不到三分之一的價錢 但是有時候你 會為了貪這個小便宜去購買 但是有時候你會發現說 這個東西它搞不好真的不適合你 甚至是有時候你用了 你之後去換算它的貌宿 變成大貌宿 反而會比原本的東西貴上 10%或是20% 就是10%到20%不同 所以它其實不見得是真的很便宜的東西 所以如果說 你真的需要加加購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買那種 你真的會用到的東西 像是衛生紙 真的很實用 你會把它消耗完的就好了 是 然後接下來下一個就是 最近超流行 應該也不是最近 就一段時間 就是不管任何的節日 都會有所謂的 什麼網購節 像是前陣子有618 然後之後 雙11 雙12等等 其實這些節日 我覺得都還蠻危險 因為他們就說 現在最大檔 然後很便宜 可是有時候 怎麼每過幾個月都很便宜 到底是要便宜多久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其實這個東西呢 節日這種東西不會結束 那如果你說 你今天東西沒了之後 你再買就好 不需要為了這些節日 好像很便宜就去囤貨 不是 因為剛才你在第一個章節的時候 跟我們講是說 要定時斷捨離 對 其實斷捨離這一個 例如說了解自己固域支出 幾乎是每一個理財專家 都跟我們強調 包括來這邊 施生輝老師啊 陳崇敏啊 然後包括來 許麗 大家都這樣講 所以我覺得 了解固域支出非常重要 分帳戶 這個真的幫到人 之前來我們這個節目 錄影的藝人朋友們 記得吧 你們有真的 真的有存到錢喔 可是斷捨離 我覺得真的難耶 因為我這些東西 因為我喜歡的啊 那我不要的丟掉就好 但電池這件事情 到底要怎麼做 極簡生活 因為我覺得極簡生活 它有分成 我自己會認為 它分成兩個層面 首先 第一個就是消費層面 那其實我覺得 在消費層面的時候 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喜歡不等於需要 然後好看不等於使用 因為很多人在買東西的時候 好像套上一個喜歡的濾鏡 他會覺得 我可以為了這個東西 花超多錢 就是變得沒有任何預算上限 他可能平常超省 但是有一個東西喜歡 像是什麼 有些人在收集公仔 有些人在收集他喜歡的東西 他會變成 好像錢都 錢都不是錢 就是他一直花 但是他不見得是 你真的需要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大家在購買東西的時候 可以去思考一下 先思考一下自己真正需要 因為其實我覺得 這是一個 大家最好分辨的東西 就是 需要以及想要 我覺得這還蠻重要的 那其實 好看的東西不等於使用 像我之前都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不太購買那種 好看的垃圾 就是像一些居家版 好看的垃圾 對像一些居家擺飾品 你可能會覺得 他真的很好看 但是有時候你買回去一個兩個 但他不見得是適合你家整個分子 而且很容易堆灰塵 對 他就變成在這樣轉灰塵 他不就是 就跟垃圾一樣 所以我就跟大家說 不要再買那些好看的東西 你只能在腦中幻想 但是他 到你家搞不好真的不適合 那第二個就是 購物的時候快很準 就是 你先想好你要買什麼 好那進去購物 進去網購頁面的時候 馬上點選 馬上搜尋關鍵字 然後買結帳就好 因為你在逛你會有很多幻想 然後旁邊推薦的東西太多 對啊 買了這個東西的也買了什麼 對 我想說 那我再看一下 我怎麼不知道有這個東西 對 然後就是 就是 無限的購物車不斷的東西 不斷增加 所以我就覺得 你購物的時候快很準 列好清單就好 然後第三個就是 重值不重量 就是 你 我會建議大家就是 不要去買那種 免洗的商品 因為我都會稱讚 免洗的商品 對 因為像現在很多東西太便宜 然後 然後不斷的就是很便宜的衣服 很便宜的擺飾 很便宜的飾品 你會變成說 反正這個東西我買的不痛不癢 所以我可能就是 買這個東西回來 一件衣服可能 80塊 那我買了 我不要我就丟掉了就好 對啊 穿了穿壞了還可以當抹布來用 對 所以他很多很多人就會一直 這樣子不斷的循環在 買跟丟之間 巡匯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其實不太好 因為其實你在購買的時候 你重複購買這段期間 不但是消耗你的時間 然後你也消耗你的精力 也消耗你的金錢 所以我覺得 與其這樣你不如去買一個好用的東西 但是你可以用很久 而不要去買那種 用完就丟了 他們可能是一開始以為他很好用 買了之後發現 你還沒有那麼好 但是我覺得大家看到那個價錢 一定不會對他的品質有所幻想 因為像這種東西 他的價格通常都是 真的是 出乎意料的低 所以大家有時候會為了這種便宜去買那種 好像 真的可以穿 但是他可以穿多久的衣服 其實也就不太一定 然後接下來下一個就是在生活層面的部分 其實我一直提醒大家要去計算自己的時間價值 就是如果說你今天有打工 或者是你今天有工作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你的工作的時間去處理你的薪水 把薪水處理你工作的時間 你可以去計算說 那我的一個小時我到底值多少錢 那有時候你在購買東西 或者是你在計算你的交通成本的時候 其實會比較好 因為其實像我之前分享影片 就有人跟我說 你不是很暢頭省錢 那你為什麼不搬回彰化柱 然後我就跟他說 可是我很多活動都在台北 對啊 如果我這樣子換算我的時間成本 我的時間價值 我這樣通勤 我還搞不好更 花更多錢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是大家要去想一下說 你自己的時間成本最好的地方 是在哪邊 那你要把這些時間投資在 真的有意義的東西上面 就是因為學琳跟我們講很多 包括生活上在消費上 還是怎麼樣去導正我們原來的 這個理財的概念 不過因為在所有的理財概念裡面 最主要都還是怎麼樣存到緊急預備金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你就有講到說 在疫情期間很多人發現 他自己手邊的錢不夠用 而且沒有想到 例如說我們以為說 這兩個禮拜讓全世界看到 台灣就會解封 沒有想到一拖就兩個月 對 兩個月沒有收入 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們到底要怎麼樣規劃 然後來存到這筆錢 因為其實我覺得緊急預備金 會依照你今天的身份 以及你家庭成員不同 金額會有一點不太一樣 像是如果說你今天剛出社會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單身 我建議你可能抓個10萬塊 我覺得就綽綽有約 10萬塊 對 那如果說你今天工作比較穩定了 然後你可能已經是主管階級 那你可以存3到6個月的薪水 是全薪 就不是說什麼本縫什麼 就是全薪 那如果說你今天已經有家庭 然後如果你有小孩的話 你的費用可能要再更高一點 我建議大家可以存到半年的固定開銷 這邊就要以固定開銷 而不是以你的薪水來算 你可能有時候固定開銷 因為你可能會有車貸房貸 然後會有一些小孩的註冊費等等的部分 你就一定通常都要加進去 那如果說你今天有開店的話呢 開店的部分你就要算出電書啊 然後水電員工的薪水 然後除此之外 你還要再加上自己的緊急備用金 所以你的費用就會再往上拉高 那其實我覺得這些費用 會依照你自己的情況不同呢 你要去想說 我還要存多少錢 才有辦法去應付這個狀況 那當然我會建議大家最好是存半年 會比較保險 因為其實緊急備用金 它只能是一個低配 就是你有這個緊急備用金之後 你其實生活沒有辦法 像以前有薪水的時候那麼的寬裕 你就是要省吃減用 它只能過日子用 對它只能過日 它就是低配的生活 低度小月用的 對對對 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 真的再好一點點 可能就是要多存一些 會比較好 那其實我覺得緊急預備金 有些人會說 那我是不是可以放在儲蓄前 或者說我是不是可以 把這筆錢拿來投資 其實我個人是不建議 因為其實緊急預備金 你最好是要在24小時以內 可以快速拿到現金的 是最好的 因為如果說你今天放在儲蓄前 那如果說你今天綁約六年 可是你在第二年的時候 你就急去這筆錢 你要解緣你會被扣錢 而且扣很多 對 所以其實儲蓄前不是一個 放緊急預備金的好地方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投資的話 投資不見得會賺錢 如果說你剛好那時候在低點 你把它賣出去 就是為了緊急預備金的話 其實這個時候反而是虧錢 所以緊急預備金你要放的地方 就是不要讓你的本金減少的地方 然後可以快速領到錢 是最好的 所以銀行就是存起來是最好的 對 不管你今天要訂存 不管你今天要侯存都可以 反正就是銀行 我覺得銀行是一個買好 放緊急預備金的地方 是 剛才講到就是說 因為要分帳戶 要這種理財的方法 然後存這個緊急預備金 到底我們應該要注意什麼 要怎麼規劃 因為你剛才講到六三雙雙二二一嘛 對不對 那這到底要怎麼做呢 因為像我自己就是我 延伸出來叫做 有一點勞口叫做 六三雙二分之一plus的理財法 那它其實就是一個延伸的概念 就是像60%是 就是假如說我們都以月薪三萬的小支組來算的話 60%就是你每個月呢 你的開銷就是一萬八 壓在一萬八 對就是不管你今天任何的開銷 不管你今天房租水電 娛樂等等 反正任何要花到錢就是在一萬八以內 那你可以去算一下說 如果說你扣掉房租一萬塊 你每個月剩八千塊 那你要怎麼去消費 所以我就會直接成 我的奏法就會直接把八千除以三十 所以我每個月的上限 每天我最多可以花到267塊 算到這麼準 對我都會算到很精準 然後這個時候我就會想說 那我要怎樣還可以把我每天的上限拉高 我這時候就會善用信用卡 因為信用卡其實現在回饋很多種 其實你看你要怎麼去搭配 那我可能會選一張回饋10%的信用卡 那我每天的上限呢 就會從267塊上升到293元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你要如何去省錢 然後把你的生活過得最大化 其實還蠻有趣 雖然說你的錢現在可能只有一點點 但是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去想說 那我要怎樣賺更多錢 然後接下來30%的儲蓄的部分呢 就是我覺得還蠻簡單 就是每個月有九千塊 那我會建議大家 你一定要找一個高侯存的數位帳戶 不然是 數位帳戶 對其實現在數位帳戶很多的利率都非常高 最起碼都是一趴起跳 那可能現在一般銀行搞不好只有0.1、0.2 那你一樣的錢為什麼要放在就是利息比較低的銀行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可以去放那些 利率比較高的 像是有一些50萬1.1 或是50萬1.2 這些我覺得都是小資族蠻不錯的選擇 那你也可以把緊急域背景放在裡面 我覺得都還蠻不錯的 然後接下來5%呢 風險規劃就是所謂的意外險 或者是醫療險 那其實很多觀眾都會問說 那我是不是應該買什麼投資險的保單 投資險保單 什麼 儲蓄險 對對對 儲蓄險 其實我很建議大家就是 所有的保險就是保險歸保險 投資歸投資 然後存錢歸存錢 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簡單的話就把它們都分開 你不需要去想那麼多東西 就你今天要投資你有別的方法 所以我建議大家保險的部分就 從最簡單的東西做就好了 然後接下來呢 5%的投資就是你每個月有1500塊 那其實我個人認為 投資的部分你可以分成兩個方式 因為1500塊說實在不是到很多 所以你可以 第一個就是定期定額 因為現在定期定額的門檻變很低 有一些 有一些的 投信他只要100塊 就可以開始定期定額買股票 所以我建議大家 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出市水溫的話 其實用定期定額 我會覺得是一個不錯的方式 就你每個月扣100 甚至扣1000塊 我覺得都是可以嘗試看看 或者是 另外一個方式就是你可以先觀察 然後先把這筆錢存下來 等到這筆錢 真的可以買到一張股票 我們在進場投資 那你在這個時間 你可以累積一下你對於市場的敏感度 或是你在市場的觀察 就累積你的經驗之後 在進場投資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然後接下來的 plus 就是你想辦法增加收入 因為其實小隻足3萬塊的薪水 你覺得多嗎 其實還是蠻困難 如果真的想要存到錢 還是蠻困難 所以你可以去找很多的方式 去增加收入 像是有很多的兼職 因為像其實現在有很多的外包網 上面都有很多兼職 像是如果你今天有第二技能的話 其實像是 你可以做做看語言的翻譯 然後或者是你可以剪輯 因為其實像現在我很推崇大家去學習剪輯的技能 因為像現在大家都是 靠影音平台 就是大家很常用影音在宣傳 所以剪輯基本上你只要學會 我覺得 可以說是不愁持傳 因為像是YouTube超多 然後他們很多都需要剪輯師 所以我覺得 你可以去學習所謂的第二專場 我覺得比起剪輯 我覺得上制可能也不錯吧 對上制卡也不錯 因為大家超討厭上制卡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要的話 學習第二技能蠻重要的 而且現在政府超多 那種三年七萬塊的補助 你可以透過政府的資源 去上很多 接近快要免費的課程 所以我覺得 這些都是大家可以去嘗試看看的 是 因為上一次呢 學霓你來了的時候 跟我們聊到這種就是 包括了怎麼樣去 怎麼樣去存錢 那存錢裡面呢 網友有一個問題 就講到就是零錢 零錢 因為有好多的書就講到說 怎麼樣使用零錢 就可以看到你是不是可以變成有錢人 嗯 是真的嗎 因為我覺得 這最主要就是 針對於你對錢的那種心態吧 因為我其實有些人可能會 覺得零錢好像沒什麼 但是其實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你手上有零錢 但是你不知道怎麼處理的話 你就把它存下來 因為其實像 我自己到現在都一直在用的存錢法 就是50元的存錢方式 50元存錢法 對 因為像其實我現在出門 到回到家 如果50元我一定會把它存下來 其實我有一個小竹工 然後我覺得 因為50元你可以存超快 而且你小竹工 雖然是小 但是你把它存滿 也都有大概四五錢 所以其實我覺得 大家不要小看這種 零錢的存錢方式 因為他反而是一種很無痛 但是他可以累積你 對於存錢的一種成就感 因為有些人對於存錢 對於理財 他會有一種抗拒 他覺得我今天錢那麼少 為什麼要理財 但是你透過零錢 就想說 原來錢那麼少 我也可以存到錢 所以我覺得 你看你對於零錢的態度 就可以決定你是不是 不是真的想要理財 我覺得這個 定義應該就是會有這種感覺 所以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50元在台灣有 蠻多的違幣 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要存50元的話 你要去 有辦法分辨那個真偽 會比較好一點 對 其實看了這影片之後 應該是今天我訪問之後 我有兩個想法 第一個想法就是 雖然你講的是無痛的存錢 可是我自己無痛 可是旁邊的人很痛苦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真的 覺得存錢真的很痛苦 然後影響到別人的生活 我覺得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你要增加你自己的收入 就是你要想辦法去增加自己的收入 所以要投資自己 對 你一定要投資自己 來讓自己的收入提升 因為你不可能 永遠都是三萬塊 你在那邊存錢 你這樣存一輩子 你的錢也不會再變多少 所以我覺得 增加收入其實是一件 還蠻重要的事情 所以呢 我就覺得其實現在有很多 增加收入的方式 由於像現在科技能夠發達 所以 基本上你可以增加 接觸到的東西 越來越多 像是第一個 你可以經營看看自媒體 像是我自己個人也是經營自媒體 其家 像是有YouTube 然後Facebook粉絲專業 部落格 Instagram等等 這些自媒體你都可以去嘗試看看 那當然 如果說你經營的 還不錯的話 我覺得不一定要到真的很厲害 你知道有自己的特色 就會有廠商想要找你合作 那甚至是你今天經營部落格 那你可以出租你部落格的版位 給那些廣告商 你自己也可以拿到手藝等等的 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一個 還蠻不錯的起步方式 而且甚至有一些 你不需要露到臉 部落格你可能不用露臉 你只要打字就好了 所以 不同的方式適合不同的個性的人 所以大家可以先嘗試看看這種方式 那第二個呢 就是聯盟行銷跟團購 聯盟行銷基本上就是呢 我不知道 哲卿哥在逛網站有沒有看到 有些人介紹一個東西之後 下面就會放一個連結 那個連結基本上就是聯盟行銷 那聯盟行銷 它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透過推薦的方式 來讓別人買到好的東西 那你自己也可以拿到分潤 就是人家透過你的連結 買你就可以拿到一定的抽成 所以其實這個方式是很多人 現在都在經營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大家都會 從介紹東西開始 那介紹的東西其實超多 像是美妝品 然後像是生活日用品 或者是甚至有些人買精品 它也都是用聯盟行銷 那精品的聯盟行銷 分潤呢其實還蠻高 像是如果說你今天想要賣一個包包 它可能要價三四萬 但是它可以抽10%到20% 所以它其實有些人 你會發現很多人 怎麼都在寫精品的部落格 它其實就是用這個方式在賺錢 所以其實聯盟行銷 可以賺到的錢 比大家想像中的還要多很多 那其實另外一個就是團購 其實團購 我相信 尤其在這段時間 大家應該會覺得 團購怎麼突然變那麼多 對 就是中午搶廁所看股票 晚上搶 就是搶手機 然後看團購 然後一直喊加一 因為其實現在大家都 對大家都宅在家 所以基本上 又不敢出去買東西 或者是你今天在文物上面買東西的話 又很貴 所以團購呢 它是一個相對來說 比較雙贏的東西 就是它賣的東西比較便宜 然後買的人 它一定又可以分到一些錢 所以其實基本上 團購也是很多人現在在經營的東西 那其實團購的門檻很不高 你今天只要在這個領域裡面 有一定專精的話 其實你可以開團購 還是會有很多人心 你今天如果很會煮飯 那如果說你今天說這個鍋子很好用 那我可能就會買 所以它其實不一定是說 你今天一定要KOL 或是你今天一定要往後賣才有 你今天基本上只要有一定公信力 你賣的效果反而會比KOL還要好很多 是 然後第三個就是 剛剛前面有提到的 學習新的技能 因為其實我覺得 學習新技能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都說 一技之長好像沒什麼 但是其實一技之長 它可以幫助你很多事情 因為像是如果你現在沒工作的話 只有一技之長可以幫你接到案子 賺到錢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真的要去學習自己沒有想過的技能 我剛剛想要團購 我就想到 有一些朋友真的很厲害 因為我常收到朋友的禮物 可能是賣魚 或者是 就是好吃的水果 我一吃就覺得非常的棒 然後下次他就說 上次我送你那個 你覺得怎麼樣 不錯喔 後來就又買了 然後我們就只能加一 所以這種 他的團購事業 就這樣慢慢做起來 因為有一些都是 團購其實很多時候是做口碑 如果你真的不是那種網紅的話 其實很多都是做口碑 然後口碑一散發出去 你之後想要開團 你之後問那個群組說 上次大家覺得怎樣要不要買 然後就下面的一直加一直加 你就賺到手了 對啊 每一次學你來跟我們提供很多的方法 那如果說你要更了解呢 這些怎麼樣快速累積自己的財富 如何理財跟存錢 那當然就是 無論是在我們下班經濟學下面來留言 或者是到朋友的自己的YouTube上面去看一看 對不對 相信你會有滿滿的收穫 那今天再次謝謝你 謝謝 下次再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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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